你查谷,我查上胡习联手让江泽民中计,有消息称江泽民军中代言人徐才后的落马源于中共军队总后勤部原副部长古俊山的举报,据称古俊山被胡锦涛下令调查后,徐才后与郭伯雄曾惊慌失措,求救于江泽民江安府称,已和胡达成共识之与古不上追但将没有料到胡与习近平也达成了共识。 你查谷,我查上广告,徐才后被查胡锦涛据不见客,2014年3月13日,中共两会闭幕两天之后,3月15日徐才后被调查,与此同时有消息称徐才后被查当天,胡锦涛给中办发了一个特别通知,从3月15日起,一律不会见来客和访客。 胡当时居住在北京西山一状独立的英式住宅中,这一系列事件之间的关联引发外界猜测。 有分析认为,胡之所以闭门谢客,是为了阻止任何人为徐才后说情。 据美国华盛顿时报此前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的中共问题专家透露,胡锦涛在2012年,把权力交给习近平之前,曾警告习徐才后不可信任。 一名退休资深上校,曾告诉香港南华早报徐才后和郭伯雄是江泽民的代理人,他们令胡锦涛孤立在习近平2012年12月,接任军委主席之前,徐才后便将自己的人马安排进入军委领导班子。 而习近平,2010年,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后也,亲眼见证了另外两名副主席徐才后和郭伯雄,如何在胡锦涛的鼻子底下夺过军队人士权,报道称从那时起习近平就决意在入主中南海后,要对军方进行大洗牌,绝不允许类似胡锦涛这样的境况,在自己身上重演。 在2014年6月3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徐才后涉嫌违纪问题,移送检察局官处理徐、谷、郭狗健腐败网络有消息指,徐才后落马是源于中共军队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的举报。 1996年徐才后到济南军区就任政委,在这里徐遇到了谷俊山谷,这个很有生意头脑的副团级干部,对前往视察的徐服务的,很是周到贴切家之有领导保健谷,于是受到东北虎的赏识。 作为徐才正大臣,两人就此搭伙伺候,谷的仕途便一路飞黄腾达,为徐才后大肆敛财。 据此前报道,谷俊山在为徐才后进行后勤财务打颠的时候,同样还侍奉着被称为西北狼的郭伯雄。 西北狼与东北虎是江泽民在军中的左膀右臂。 随后谷俊山随徐才后进京,由军中两个大佬称妖谷,开启了全军自上而上的营建改造工程,开始了肆无忌惮的脸财之路。 而这也是其团伙脸财机器开启的第一波大餐剧称,就在这一波过程中谷为郭,徐两家各自拽取不少于1.5个亿的真金白银有消息称, 当年郭伯雄儿子娶亲时,谷俊山直接送出4500万的利金,而徐的女儿出嫁时,谷俊山送出了3500万,其中2000万位银行卡现金。 1500万位房产的鹤里消息人士透露,徐才后事发的总厚这条流水渠道和总政卖官,卖军贤这两条线上的财。 而郭伯雄在军委分管总参,总装发的,是倒卖军火的财。 郭的一个儿子倒卖起军火,来丝毫不知欲望边界在哪里,他甚至公然把总参设在广州的一个承担收集东南亚情报信息的秘密机构,变成了郭家倒卖军火的窝点。 古俊山落马时,郭求救于江据报道,2012年初古俊山被胡锦涛拍板调查后时,郭二人一度有些惊慌,曾求救于江泽民。 当时是十八大即将召开之时,江安府时,郭称已和胡达成共识,只与古不上锥,但将没有料到胡锦涛与习近平也达成了共识。 你查谷,我查上所以,查谷是胡拍板决定的,而查徐是徐决定的,2014年3月13日,中共两会闭幕,两天后,徐才后突然被查同年3月31日,古俊山由军事检察院向军事法院提起公诉据报。 古俊山在调查期间,供出了几乎所有人,特别是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后,2015年3月15日,官方通报徐才后因患膀胱癌,不致身网友消息传徐才后,其实是死于艾滋病病发症,此前头部肿大吓人。